凡尔赛C5X上市 不赚钱的车能否挽救东风雪铁龙 久违的法系车品牌传来消息 日前 东风雪铁龙凡尔赛C5X正式上市 新车共推出4款车型 售价区间为14.37万-18.67万元 与预售价格一致 神龙汽车总经理陈斌表示 C5X是雪铁龙品牌 在中国市场复兴的关键一步 也是神龙汽车在经过一系列调整举措后 迎来的一次大考 按照东风雪铁龙总经理毛创新的说法 之前雪铁龙车型的定价是成本加利润 但是目前我们转变了 我们把雪铁龙品牌在中国的溢价大大的降低了